上热下寒,其实就是阳部归位,三部,打通中交,补阳前阳,引火归远。 特殊是特殊,但是并不少见,也不神秘,这就是中医上说的上热下寒。 正常情况下,新阳在上,肾水在下,新阳往下走,温暖肾水,让肾水不寒,而肾水要往上走,让心火不那么旺盛。 它俩是一个动态平衡,形成一个圆,一旦说新和肾感情破裂,新阳不往下了,自己在上面烧着,你就上火。 肾水不往上了,也是自己在下面待着,你就腿脚发凉,拉肚子,甚至是功能受到影响。 条理就要让心和肾重归于好,让阳气归位。 首先,心和肾之间这个路要通,心在上交,肾在下交,如果中交路不通,心和肾是不是就见不上面呀? 路不通分为两种,一个是路断了,没接起来,也就是中气不足的情况。 这种人经常会感觉没劲,食欲不振,有的人还会有胃下垂等问题,就需要不易中气,可以参考一个补中意气丸。 还有一种是路被堵上了,也就是师祖宗教的情况,经常觉得胸闷恶心,全身困重,这时候需要健脾立施,可以参考一个平胃丸。 那路通畅了,那就是解决心和肾本身的问题,让心阳不再独自偏抗,你就不上火了,能够重新浅到肾水去,把肾水也温暖起来,你下半身也就不怕冷了。 对这种情况,有一个专门的方子叫做交太丸,作用就是交通心肾,清火安神。 好了,那么以上就是崔升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,但是要注意,我们上面提到了中程药,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,在临床上,病人的病情往往更加复杂,有时候中程药的作用比较有限,如果你有需要,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,不要擅自用药。 谢谢大家。